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直接通过晋级赛进入到我们半决赛的六个队伍之一 第一轮获胜队是甘肃队 挑战队是广东队 下面一道题是一道道具题 我们的广东队很遗憾地答错了 非常遗憾 有两个地方是连错了 那新疆队就要去掉一盏灯了 最后一道题 甘肃队 我们想选择援助 八停号和玉兴八号商船 回答正确 甘肃队使用了这个场外援助的机会之后 成功地拿到了非常关键的一分 接下来挑战的是上海队 有请上海队 有请上海代表队 三个特别精神的小伙子 请听题 这是一道选择题 社区戒毒为我国现有戒毒模式之一 具有强制性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上海队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你都没听我的说法怎么就知道谁正确啊 你选一个吧 选一个吧 你好歹告诉ABCD 蒙对了呢 三 二 C 我们看一下答案啊 这是谁 哪个老师教的 不会就选C 我们看看 A选项是 且必须完全限制人生自由 B 但却不得限制人生自由 C 但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 D 只能限制一部分人生自由 正确答案应该是2B啊 正确答案是B 蒙错了 很遗憾 我们给上海队 去掉一盏灯 去掉一盏灯 好 请听题 这是一道问答题 英国小说家斯维福特的格力福游记小说中 所描述的大人国和小人国世界的情景 有可能是服用了什么以后造成的空间 甘肃队 甘肃队 迷幻蘑菇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团 任江授 迷幻蘑菇算不算正确答案 应该算正确答案 好的 那我们为甘肃队点亮一盏灯 好 两队现在已经持平 又是决胜题 好的 这也是最后一道题了 这一道题 是一道视频题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每年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 你未成年又是初犯 不然要强制隔离戒毒 好的 请听题 根据禁毒法39条规定 不满多少周岁的未成年吸毒成瘾的 可以不适用于强制隔离戒毒 上海队 14周岁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A 14岁 B 16岁 C 18岁 正确答案应该是B 16岁 我记得刚才是否出过类似的题 对 出过这样的题 所以说为上海队扣除一盏灯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成绩 甘肃队五盏灯 上海队四盏灯 获胜队依然是甘肃队 请上海队为甘肃队送上一只向日葵 真的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我们同时也觉得甘肃队这一次势头非常的猛烈 继续保持 好 谢谢上海队 谢谢 接下来挑战的是陕西队 有请 有请陕西队 好 欢迎东道主队陕西队 依然是为我们行了这个拱手一 我们陕西队三位同学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田田 今年16岁 今年16岁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西省的周冰毅 今年13岁 大家好 我是杨毅林 今年15岁 那接下来轮到我们的陕西队向我们的甘肃队挑战了 请选择题目 第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吸毒人数多达多少万 A 一千万 B 两千万 C 三千万 三 二 一 时间到 正确答案是B 两千万 好 我们想问一问现场其他参赛队的同学 有没有知道的呢 好 我们为他送上一只话筒 谢谢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死的重新队 那你这道题目 你们是听到题目就知道是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吸毒人数是两千万 对吗 是的 那你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国获得了这个无毒国的美誉呢 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没错 谢谢重庆队 谢谢 谢谢 经过几年的整治 我国就由这个吸毒人数两千万下降到了 就没有了 变成了这个无毒国 好 第二道题 选择题请听题 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了毒品犯罪罪名有多少个 好 甘肃队 12个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11个 被甘肃队去掉远登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刑法的第六章第七节 347到355条原来规定的是12个罪名 但是刑法修正案9 把第350条的两个罪名修定成了一个罪名 所以就只剩下了11个罪名 谢谢 谢谢 谢谢莫教授 补充的非常及时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不是12个 而变成了11个 好 谢谢您 下一道题 选择题请听题 据联合国最新毒品形式报告 全球吸毒人数约有多少 A 1.5亿 B 2.5亿 C 3.5亿 好 陕西队 2.5亿 2.5亿 2B 回答正确 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题 选择题 请听题 申请成为进度志愿者的年龄 一般要求是 好 陕西队 18周岁以上回答完毕 18周岁以上回答正确 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问答题请听题 明知是毒品 为毒品犯罪分子藏匿的行为 构成什么罪 3 2 1 甘肃队 3 包庇罪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应该是 窝藏毒品罪 甘肃队去掉一盏灯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 比分的对比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的甘肃队一盏灯 我们的挑战队陕西队五盏灯 那么成为类主的就是陕西队 请甘肃队为陕西队送上一株向日葵 因为我们的比分已经拉开了 就剩两道题 所以后面的两道题 无论我们甘肃队如何作答 这个比分都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胜出的是陕西队 好 感谢甘肃队又拿着这个好几株向日葵下场了 请你们稍作休息 那接下来挑战的是浙江队 有请浙江队上场 有请浙江队 浙江队在我们的晋级赛当中呢 也是跟上海队并列的是这个四株向日葵 浙江队 三位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省宁波市指教中心的胡天宏 今年是七岁 大家好 我来自图悠悠先生的母校 浙江省宁波市校时中学 我叫于晨 今年十六岁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省宁波市 东温中学的陆瑶 今年十三岁 好 欢迎你们 两支队伍呢 都是这个女孩子 是吧 好 来浙江队 请你们选择题目 可以选择自己桌上的 也可以选择对方桌上的 好的 请听题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 对戒毒人员 戒毒的个人信息 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对戒断多久未复期的人员 不再实行动态软控 我们的回答是三年 回答正确 没错 对戒断三年未复期的人员 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回答正确 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好 请听题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 王某在多次贩毒后 因畏惧法律的惩罚 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诉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浙江队 立官队 无法从轻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完整的题 A 重轻或减轻处罚 B 重重处罚 C 免除所有处罚 D 免除刑事处罚 那么想问一下专家团 刚才浙江队的回答 能否算正确 专家商业的结果是不正确 回答不完整 回答不完整 很遗憾 只说了重轻处罚 是吧 那为什么呢 请这个任教授 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重轻和减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室 重轻是在法定型的处刑方位里面 揪低不揪高 而这个 减轻是在法定型的方位里面 以下在处刑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 所以说回答问题一定要完整 充分 光说重轻不够 要重轻或减轻同时说 所以为浙江队扣除一盏灯 同学们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重轻和减轻在这个法学观点上 是不一样的 好 请听题 这是一道选择题 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 要在何时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A 美学期 B 美学年 C 新生入学后和毕业生毕业前 请回答 3 2 好 这将对 A 美学期 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 新生入学后和毕业生毕业前 应该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627 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中 所要求和规定的 它这里指的是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 特指这两类学校 要求我们在开展每一年的 新生入学后和毕业生毕业前 都要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那胡天宏是来自中职的 对吧 那你们入学的时候 没有过这样的预防教育吗 有过 刚才那一下就是这个忘记了 是吧 好 浙江队减去一盏灯 好的 请听下一道题 这是一道问答题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 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的 是否应当支付劳动报酬 陕西队 我们的回答是 应该 回答正确 好 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比分 对 现在是浙江队一盏灯 陕西队五盏灯 后面还有两道题 但是呢 比赛的结果已经锁定了 祝贺陕西队 请浙江队为陕西队送上一株向日葵 陕西队好厉害呀 对呀 中道处就是不一样 是的 好 那接下来挑战的是北京队 感谢浙江队 请回选手席就座 有请北京队 因为呢 我们的晋级赛 半决赛和决赛呢 都会在我们的新华网 中国警察网 爱奇艺和腾讯上面呢 进行网络直播 所以呢 请大家拿起手机 进入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 为你所喜欢的团队 还有呢 认为表现出色的团队当中的选手 进行投票 因为呢 进入到我们总决赛的这个名单呢 也会有一个名额 是由我们的这个网络票选产生的 而且我们还要评选出 我们最具人气选手奖 请大家赶快投票 好 我们的北京队呢 在我们的晋级赛当中 也非常的厉害 我记得是五支向日葵 对不对 是的 刚才呢 看了就是陕西队他们 觉得他们这个泪珠 已经当了有这个两轮了 觉得他们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们会打败你们的 好 非常有信心 来三位同学做一下 做我介绍 我是来自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蔡婷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学的海啸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陆新庄中学的杨嘉兴 好 加油了 请我们挑战者选题 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吸毒检测分为现场检测 实验室检测和 什么 实验室复检 回答正确 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好快 是啊 第二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对于涉嫌吸毒人员 尿检呈阳性 能否确定吸毒 不能 回答正确 这道题 我们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专家团队 一般来说 就是普通人认为 尿检阳性 那就证明肯定吸毒了 那为什么不能作为依据呢 莫教授 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要想确定是否吸毒 它有很多的尿检 尿检呈阳性 它只是一个 它必须要同时 还有其他证据 能够证明 它吸食注射毒品的 才能够认定 仅凭呈阳性 是不能认定的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在医疗途径 使用某些麻醉药品 或者说精神药品 对 那么它的这个尿检 有可能呈现出阳性 或者弱阳性 所以仅凭阳性 是不能够确定 它吸毒的 谢谢 好 感谢莫教授 谢谢您 又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是的 请为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好的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美沙酮替代 维持治疗 主要适用于 好陕西队 对 我们的回答是 海洛因 回答正确 来看一下完整题目 替代维持治疗 主要适用于 吸食注射 哪种毒品的 吸毒严重成瘾人员 我们给出了四个选项 正确答案是 D 海洛因 我们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 好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 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计算 陕西队 从到强制隔离戒毒 我们的回答是 我们选择场外求助 对自己答案 不确定 你变得好快 好 来 我们先跟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联系上 可以把你要求助的 这位场外救援团的人 然后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团里面 我们接通了 这都是你们的 场外后援团吗 有多少人 是的 有二十多个人 你们好 我们看一看 我就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闪字 背景板上写的闪什么呢 写的 闪西后援团 我专门做了一个背板 天哪 是 好 请听题 题目是 选择题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 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计算 A 到戒毒场所报道之日 B 接到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之日 C 做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之日 D 正式开始接受强制隔离戒毒之日 我们的答案是D D 错一个 正确答案应该是C 做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之日 所以回答是错误的 那非常遗憾要为陕西队去掉一盏灯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们的这场外后援团肯定是特别的紧张 对 没错 要不然应该不会打错 没错 没错 好 谢谢你们对于陕西队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对于我们本次竞赛的关注 谢谢 再见 好的 再见 好 现在陕西队你们要送给我一支向日葵了 因为你们使用了求助机会 谢谢 好 请听题 下一道题 问答题 麻黄素和伪麻黄素是加工生产哪种毒品的前提抑制毒化学 这个毒 冰毒 好 回答正确 化学名称应该是甲基本饼案 为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好 现在这个笔分已经拉开了 还剩两道题 我们场上的局势已定 北京队六盏灯 陕西队获胜的 北京队 祝贺你们 陕西队为北京队送上一支向日葵 好 谢谢东道主陕西队 对 谢谢你们 请回选手席就座 好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就是每一支队伍都已经上过场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哪支队伍进行挑战 我们又要开始报名了 第二轮挑战开始 请准备好手机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 挑战开始发送 好快啊 陕西队 陕西队你们怎么做到的 回到了选手席迅速地就报名了 无缝链接 这是不是这个本地手机 所以在这个本地它就自动地往前推 好 来 再次有请还没有坐稳的陕西队 回到我们的这个选手席 好的 好 主场陕西队又回来了 来 用热烈掌声 欢迎他们 对我们的经历 第二轮挑战队 陕西队选题 请听题 下面一道题目是判断题 麦角险二已按 俗称咬脚丸是迷幻要往 陕西队 回答 我们的回答是正确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题目 是已知药力最强的置换剂 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案是错误 这个麦角纤二已按 应该是LSD 对吗 我们请专家团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吗 这个主要还是置换剂 服用过以后呢 大多还都是对空间 对时间的判断会出现偏差 一般跟摇头丸的表现还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表述不正确 这新型毒品层数不穷 那危害也是特别大 好 谢谢李教授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为陕西队去掉一盏灯 好的 请听题 下面是一道判断题 如果一个人在家遇到有不明的快递物品送到家里 我们可以直接开门接受快递员送的 北京队 回答正确 对 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像我呢也特别地喜欢网购 经常呢就是这个快递来了 我都不问说放门口吧 然后自己就取回来了 看来以后呢 在这方面自己要加强这个警戒意识 没错 好的 我们请听下一道题 这也是一道判断题 我国对毒品违法犯罪 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予以处罚 处罚的形式有警告 罚款 行政拘留 监视居住 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好 陕西队 我们的回答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请一下专家团来解释一下 它到底错在哪里呢 其中有一个核心点 监视居住是属于刑事强制措施 而非行政处罚措施 谢谢 所以说很遗憾 陕西队扣出一盏灯 好 我们请听下一道题 这是一道选择题 为了全面禁绝毒品危害 联合国于哪一年确立了 减少毒品非法供应 和降低毒品非法需求的 国际禁毒战略 A.1961年 B.1971年 C.1988年 D.1990年 请回答 陕西队 答案是D.1990 回答正确 为陕西队点亮一盏灯 好 请听下一道 这是一道问答题 这个题目有两个问题 请认真听题 校企的化学名称是什么 主要在什么娱乐场所滥用 请回答 请回答 三 二 两个问题 第二个是K.TV 等 KTV犯指哪里呢 就是娱乐场所 三 娱乐场所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题目 校气 化学名称一氧化二氮 主要在娱乐场所泛滥 回答正确 为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好 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李文君老师 来讲一下这个校气 校气目前在刚才同学回答的 在很多娱乐场所里边 是被当作嗨气球 很多城市都有滥用的现象 实际上一氧化二氮 刚才也提到化学名称 氧化亚氮 它本来就是在工业上和医疗上 包括食品加工行业中 用的很广泛的一种化学物质 而且它的分子结构式也很简单 目前我们只把它当作一种 危险化学品裂管 但目前已经是出现了滥用 而且已经在很多地方造成了很多 很严重的伤害性后果的案例 所以还是希望青少年能够警惕 这样的一些有危险性的一些物质 在食品行业是奶油气淡是吗 奶油气淡就是在咖啡厅 打奶油气泡 打咖啡气泡 让它均匀 然后还有做蛋糕 发泡用的 好 谢谢李教授 谢谢您 我也记得在微信上面 之前有过一个比较爆款的文章 讲的就是国外的留学生 因为过度使用 这个校气就是氧化氮 导致下半身 半身瘫痪 半身不随 所以我们的青少年 也要在这里面提醒大家一下 特别是进入娱乐场所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 特别是对这种不明的液体 不明的气体 不明的药物 一定要远离它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这样才能够拥有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是的 好 接下来的题目 就不用再比拼下去了 对 没错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成绩 北京队 五盏灯 陕西队 两盏灯 获胜队 北京队 祝贺你们 陕西队将你们的向日腿 赠予北京队 好 再次感谢东道主陕西队 谢谢 请回选手席就座 好 现在北京队 有三株向日腿了 广东代表队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好 刚才已经领略过 我们广东队的自我介绍了 好 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 进入下一轮挑战 请广东队选题 第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毒品能不能治病 广东队 我们的答案是不能 回答正确 为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非法运输买卖储存 储存 使用少量 应素壳 应处多少日拘留 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A 10日 10至15日 15日以上 10日以上 15日以下 回答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完整题目 三个选项 10日以上 15日以下 B 5日以下 C 5日以上 10日以下 正确答案是 A 为北京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以下不是鸦片中 主要生物碱的有 A 马飞 B 可带音 C 第八音 D 四清大麻分 好 答应 我们的选择是 D 四清大麻分 回答正确 为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很棒 很棒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以下行为 不属于制造毒品的是 A 从鸦片中提炼马飞 B 从大麻中提炼大麻油 C 用麻黄碱制造冰毒 D 非法制造醋酸酸 我给答案是D 好 回答正确 为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是一道视频题 请看大屏幕 D 五 恩 业 内陆 D 非法制造冰毒 What is this shit? This is blue B 白 We use a different chemical process but it is Every bit is pure It may be blue But it's a bomb B 广东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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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 黄色 红色 不管了 只会帮我那些 它是无色透明的晶体 像冰糖一样 一般我们认为还是无色 或者回答透明也算对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为广东队去掉一盏灯 是你们认为 就比如像我们的那个冰糖 那就叫白色是吗 因为我们是平常 我们在进行进度宣传活动的时候 有拿过一些模型 那你看的是K粉 K粉 绿安酮 绿安酮确实是白色的粉末状 所以记住冰毒是无色透明的 谢谢 好 那现在那七道题目呢 我们都已经这个抢答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成绩 北京队四盏灯 我们的广东队五盏灯 获胜队广东队 祝贺你们 请北京队为广东队送上 一注向日腿 这最后一道题 不是你们故意打错的吧 两位男生 好 谢谢 谢谢北京队 请回选手席就座 带走了两株向日葵 好 接下来挑战的是哪一支队伍呢 海南代表队 有请 就见到海南代表队了 现在呢 我觉得场上这个局势呀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两支队伍是在我们的晋级赛当中呢 排名第一的海南队 当时是拥有了十一支向日葵 广东队呢 排名第二九支向日葵 现在第一名和第二名同场竞技 强强对抗 我们看一看结果会是怎样 请挑战队海南队选择题目 第一道题目选择题 请听题 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制作鸦片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多少年前 埃及 好 广东队 我们的答案是三千五百年 回答正确 请看一下完整题目 埃及第一部药物制 埃博斯植草书 三个选项 三千 三千五 五千 正确答案是三千五百年前 好 来为我们的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这个埃博斯植草书内记录了很多 三千五百年前 埃及人的一些治病的 一些他们当时用的一些药方 好 第二道题是一道问答题 请听题 为了预防注射吸毒者 共用注射器而感染艾滋病 我国相关部门开展了 什么样的交换项目 三 海南队 清洁证据 回答正确 魏海南队 点亮一盏灯 下一题选择题 请听题 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好 海南队 三 二 C C 一至五星 回答正确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我发现你永远是压着我的读秒 来做出答案 好 我们三个答案 A 一至三星 B 一至四星 C 一至五星 题目是 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规定 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累计的时间 认定其为几星志愿者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 一至五星 下一道题选择题 请听题 下列附属于合成毒品的是 A 恰特草 B 摇头弯 A 恰特草 回答正确 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A 恰特草 B 摇头弯 C 冰毒 D 黑粉 正确答案是 A 恰特草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好 下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英素是几年生草本职务 广东队是一年生 回答正确 为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选择题 请听题 不用下列 哪种毒品后表现为 活动过渡 情感冲动 性欲亢奋 事物 偏执 妄想 自我约束力下降 广东队 我们的答案是 摇头弯 回答正确 正确答案是 C 摇头弯 我们的比分咬得可真净 对 我们的广东队点亮一盏灯 现在两队的成绩持平 各拥有六盏灯 又到了我们的一题 决胜负的时间了 下一题是视频题 请看大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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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两个选项 A 正确 B 错误 正确答案是 B 错误 看一下完整题目 很容易产生大量刺鼻的刺激性气味 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错误 正确答案是 B 错误 好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你们是怎么来飞速地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就猜的 感觉 凭感觉 是吧 那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专家团的专家老师 这个不会产生这样的刺鼻的刺激性气味吗 我个人认为它要是大量生产制造海洛因 它不会选择在我们的周围 因为它这个里边很多原料 比如说素酸干 它就是很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我觉得蹄干应该是出在前边 它应该是很隐蔽的 包括我们在前面刚才看到的门图 那里边它都是在一个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 而且很远 对 如果选择的话 比如说在居民区或者在我们周边 它一定是要选择一个高层 通风比较好或者直接往上排 它不会选择在跟我们临近的 那一下子就会被发现了 化学合成 有化学反应 肯定会有这个 对 因为大量还有酸 什么的 都是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好 谢谢李教授 谢谢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的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好 海灵队 14周岁 好 请看完整题目 对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对不满14周岁的人犯贩毒品罪的A 不负刑事责任 B 从轻或减轻处罚 C 免除处罚 如果听完了题你会选择哪一个 选择A 所以这个时候就抢得快了 不见得能够回答正确 好 非常遗憾 海南队去掉一盏灯 下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我国近代史中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起国 是哪个国家 海南 叮咕 回答正确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我国西北地区滥用的黄皮是什么毒品 3 2 1 看答对 我国西北地区滥用的黄皮是什么毒品 初至马飞 回答正确 这道题很偏哪 怎么答对的呢 因为有一次偶然看到了这道题 天哪 什么时候学到的这个知识点都有用 来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最后一道题 是一道问答题 请听题 我国现行抑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 将抑制毒化学品分为几类进行管理 分别是海南队 3 2 1 回答正确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好 现在的场上成绩是海南队六盏灯 上海队四盏灯 祝贺海南队 请上海队将向日回赠予海南队 好 谢谢上海队 谢谢 也请带回你们的牌子 海南队感觉这个 上一次我们晋级赛的情形都重现了 也是在这个位置 蓝队的位置 是吧 有请接下来的挑战队浙江队上场 请浙江队选题 第一道题 选择题 奶油气氮常用于食品加工 其化学成分是二氧化氮 这个说法正确吗 海南队 是错误的 回答正确 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第二题 选择题 请听题 我国现行精神药品目录中 将精神药品分为几类进行管理 海南队 三 回答错误 我们是A1类 B2类 C3类 D4类 正确答案是B2类 海南队去掉一盏灯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虎门硝烟是哪一天开始的 海南队 1839年的6月3日 回答正确 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好 下一道题 选择题 请听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吸烟人数超过3亿 在全球每年因烟草使用造成的 约600万死亡人数中 我国死亡人数超过多少 A 100万 B 200万 C 300万 3 2 1 一 时间到 正确答案是A 100万 下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非法种植英素多少株以上 海南队 500株 请看完整题目 非法种植英素多少株以上 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 除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正确答案是3000株 为海南队去掉一盏灯 好 最后一道题 问答题 请听题 犯罪嫌疑人通过快递公司 邮寄毒品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海南队 非法运输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 回答正确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好惊险 好 海南队四盏灯 我们的浙江队三盏灯 一道题也没有回答是吗 好像也没抢到 抢到了吗 抢不过他们 尤其老师知道的 要不然你们再按一下试一下 来 抢到了 感谢浙江队 请把向日葵送给海南队 好 谢谢浙江队 谢谢 请回选首席就座 有请 新疆代表队 有请 第一道题选择题 请听题 下列选项中 对我国毒品消费形式表述正确的是 A 毒品消费者市场逐步减少 B 吸毒合成毒品的人数快速增长 C 吸食合成毒品的人数下降 B 2B 2B 回答正确 为我们的新疆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是我们的选择题 请听题 我国对娱乐场所涉嫌毒品违法行为时 处罚的形式有警告罚款和A 拘留 B 吊销公安机关发到的许可证 好 选B 回答正确 为我们的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第三题选择题 请听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递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按照哪种原则开展进毒国际合作 A 平等原则 B 互惠原则 对等原则 对等原则 我们看一下四个选项 A 平等原则 B 互惠原则 C 公平原则 4 对等原则 回答正确 为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选择题请听题 为吸毒者提供打火机吸管等吸毒场所工具 但自己并不吸毒 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说法 正确 回答正确 为新疆队点亮一盏灯 比分咬得很紧 对 下一道题 选择题请听题 加工生产海洛因的母体 G 化学前提是 A 三氯甲烷 B 北沙铜 C 咖啡因 D 马飞 B 马飞 回答正确 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下一道题 选择题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请看大屏幕 好 海南队 G 过度使用 回答正确 海南队点亮一盏灯 好 海南队是有八盏灯 我们的新疆队是有五盏灯 祝贺海南队 请新疆队把你们的向日葵 赠予海南队 赠予海南队 好 请我们的两支队伍都回到我们的选手席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半决赛结束之后 我们的向日葵数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北京队一共获得了四支向日葵 广东队一共获得了两支向日葵 海南队目前为止一共获得了五支向日葵 六支向日葵 陕西队两支向日葵 上海队一支向日葵 好 新疆队和浙江队分边是一支 那我们下面邀请一下三支 直接进入决赛的三个竞技队来到我们的身边 有请 有请北京队 海南队 甘肃队 甘肃队 我们的晋级队伍一共是有四支 那么还有一支队伍将根据我们网络票选的支持数产生 究竟会是哪支队伍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决赛 好 2017年全国青少年禁读知识竞赛半决赛 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决赛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